三番市 患癌奥运金牌得主 Nathan Adrien仍逐梦东京奥运会 华裔游泳健儿 Nathan Adrien曾参加08年、12年以及2016年三届奥运会 共收获5枚金牌 继续逐梦了他却在上年1月 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面向大家分享了他不幸患上癌症的消息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抑制消沉 还好病情发现了早 Lython立刻接受治疗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一个竞技体育运动员来说时间精力体力在这个行业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那么Nython又是如何消化病情带来的影响 从得知病情到现在治疗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 Nython就向他所说要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处理很多的事情 今天他就来到三藩市室内YMCA的游泳馆 传授热爱游泳的人们一些游泳小技巧 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 Nython这一次有着不同的体会 不过Nython也表示 对于马上到来的20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会为了美国队尽全力赢得奖牌 天下卫视记者陈宏佳报道